Hello 大家好 我是Iris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公佑这件事情 那我小孩他目前念公佑已经念了快一年了 所以在这一年之间其实有蛮多心得的 那我想说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五月底 刚好就是大家在抽公佑的时间 所以想说可能也许有些爸妈会需要这样子的information 那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刚好在抽公佑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说应该是抽不上 因为公佑真的非常难抽 但是就觉得说去试试看 所以其实在抽公佑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些就是私佑的备案 就是如果真的没有抽到那就去念那个私佑 对 OK 那其实后来就真的是没有抽上 就是备取 那就好 那就先让孩子去念私佑 那等到念私佑 因为公佑跟私佑开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就是私佑其实八月一号就开学了 那公佑通常都等到八月三十八月底 三十一号才开学 所以其实这中间就会有落差时间嘛 那我们就是先让孩子去念了私佑 那念了私佑大概快到一个月的时候 大概二十几号的时候就接到公佑的电话说 你们小孩的备取就是有备取上了 就后补备取上了 那你们是要保留还是要放弃 那时候其实有点挣扎 就是觉得说孩子其实念私佑也念的还不错 那他也慢慢的适应了 那要继续让他念私佑还是说就是转到公佑这样 就是那时候跟家人就讨论一下 那结论是就是后来我们就真的让孩子转去公佑 那后来就是事实证明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那就是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 我们念公佑这一年间得到一些什么 我的观察我的心得 这些都是其实是我的观察而已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每个学校都这样 也不是说公佑一定比私佑好 这只是普遍来说是我的观察这样子 第一点呢就是公佑真的非常的便宜 就是他一个月只要一千块 那这一千块就是包含了学费 就是伙食费 就是所有东西都只要一千块 所以真的对爸妈来说的负担真的是会蛮小 真的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因为其实其他的私佑我们做研究 都至少都要一万块起跳 所以那个负担真的少很多 那常会有人听到说 可是公佑就是没有什么课后延后拖 就是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四点放学 那如果说有些爸妈可能来不及接 可能就是必须要到六点 因为私佑通常都可以延拖到六点 那公佑有时候没有 但其实大部分的公佑是有的 像我去念的 我们小孩去念的公佑都是有人可以到六点或六点半 那再来就是寒暑假 大家说公佑没有寒暑假 那我寒暑假怎么办 其实现在公佑都有寒暑假了 而且现在新制就是政府新的制度 公佑的寒暑假也非常便宜 就是之前可能也是要将近可能一个月要将近一万 现在是公佑的寒暑假如果说你要上寒暑假的课的话 其实每个月只要两千块 那第二点呢就是公佑 因为通常大部分的公佑都是某一个国小的附设幼儿园 所以他其实可以享用国小的很多资源 比如说像我们小孩念也是某一个国小的附设幼儿园 那他可以用到就是那国小比如说操场啊 很多一些游乐设施啊 或是一些环境 比如说植物啊 有池塘啊 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像这两学期就是这一年他念下来 其实他有很多比如说学校会办一些运动会 或者是接力比赛 或者是会带他们去绕校园观察一些动植物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一般的也许普遍的私幼是比较难做到 因为普遍私幼通常都是环境比较小 可能就是一间 那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带他们出去外面 才有办法享受到这样子的很大的空间 那在公用其实那空间就在旁边 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他们学校就是有时候如果下雨天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室内的操场 就是下雨天也不用担心孩子没有地方放电 就是他有一个室内一个很大的 室内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他在里面跑跑跳跳啊 玩游戏啊 所以基本上在体能上的空间 就是他们可以跑跑跳到空间非常的大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在幼儿园的小孩子里面是蛮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没有太期待他去念很多学科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他每天可以消耗体能 然后玩得很开心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的伙食非常好 就是因为学校都会把那个他们的菜单贴出来 然后他们的学校的他们幼儿园的厨房就在幼儿园旁边 所以你可以每次带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那个厨房很大很干净 然后他都会把菜单贴在外面 那那个菜单真的看起来 真的我连我自己都非常想吃 就是真的很丰富 然后真的很像 就是可能比我那时候怀孕做月子的月子餐 就差不多那样子的丰富程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很完整很营养的感觉 那他有分早餐午餐然后下午的点心 就每天有三餐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孩子那边被收到的照顾是非常的完整的 就是他的伙食是我比较不用太担心的 然后第四个呢我的观察就是说 其实老师在 因为我觉得我也蛮重视老师跟家长我们之间的互动 然后之前他第一个月在那个时候在CEO的时候 其实跟老师互动也不错 只是说那个时候我比较 因为他们并没有让我们每天知道孩子的状况 就是他可能会照片可能是一个礼拜才提供一次 就是其实我没有要老师真的很花很多时间在拍照 但是爸妈毕竟会想要知道说 今天小孩在学校上了什么课 然后就是活动状况怎么样 所以其实像在公佑这边是每天老师就是都会贴照片 然后用文字写说我们今天在学校上了什么课 那孩子的互动状况怎么样 所以这几乎是几乎是每天 就是会让爸妈觉得说 我是非常的安心 然后知道说孩子今天在学校 学了什么 可以甚至放学之后还可以跟孩子聊说 你今天在学校是不是学了这个啊 好不好玩啊 然后玩了什么东西 就是会比较清楚 很明白的知道孩子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其实每天下午都会蛮期待收到今天孩子在学校上课一些照片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福利很棒 那第五点的关于就是公佑 比较常容易会让人家考虑要不要去上公佑一个蛮大的点 就是说公佑其实不会教英文 他也不会教ABC 不会教BEP 那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 这一年下来的确他们并没有去 特别去教英文或者是BEP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老师其实在规划课程上 其实真的是非常用心的 他甚至会在 就即便没有英文 可是他们会教台语 他们会 他们会把台语融入歌曲 然后去教孩子边跳边唱 然后他们会学会一两句台语 所以他在语言上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 我只focus在英文 其实是好事 就是会让孩子其实各种语言都会去接触 那英文其实本身因为我跟爸爸的英文还算不错 所以我们就就是其实没有那么担心 平常也会多少少教他一些英文 那而且我们会发现说孩子他其实是会自己有兴趣想要 因为我们常会看一些英文的东西电影啊卡通或什么的 他会自己有兴趣问说 妈妈那个单字是什么意思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彩虹的英文怎么念或是什么 所以其实他自己是很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那个有兴趣会比说你可能每天就是送他去学校 然后那个学校里面是双语的幼儿园 那他在学校就是教 可是通常那样子的教育你回到家之后爸妈如果没有继续跟他用英文教 其实效果也会打折 所以就是我是会觉得说那部分我们可以自己教其实是OK的 那关于Bufferment因为之后上小学也许真的就马上会遇到说可能小孩子要念Bufferment 这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担心 就是因为那部分不用因为说上小学为了要先修而在幼儿园的时候让孩子就是开始很辛苦要去背那些东西 就是即便一开始也许上小学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跟不上或什么 但是他其实只要他学习是有兴趣的他其实很快就可以Pick up 所以我会觉得说反正在幼儿园我希望他是对学习学东西这件事情是好玩的是有趣的 不会让他觉得说我要学很多学科很辛苦 从幼儿园就开始辛苦的话我觉得真的会看到孩子也会觉得蛮心疼的 那以上这五点大概是我观察到这一年下来我觉得孩子在念公佑上面 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心得 那也许也可以给一些爸妈如果说你们正在思考说 到底要不要念公佑私佑或者是说其实你很想念公佑 很想去抽抽看但是你会有些质疑或是害怕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他私佑会做的比较好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公佑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多参考 当然最好的部分还是说可以去公佑亲自参观他们的环境 看一下他老师的一些教学理念 找到一个最适合你孩子的学校 然后就是放心的让孩子在那边学习 然后这中间还是继续可以观察看他跟他老师的状况 互动状况怎么样 然后这个学校的状况怎么样 那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孩子的学校 请询 Milliarden啊